目法求生的第192天 新王国的建设工作正在如日中天地进行着 昨天大炮又设计出了新船瓦利号 并且连夜进行建造 现在已经出具规模 只剩下一些收尾的工作 建设部总指挥的称号果然不是浪额虚名 大炮呀 这艘船的样式酷似机器人 是咱们有史以来首次以机器人的外形演变出来的船 是一次重大的技术革命呀 慧哥 科技在发展 咱们也要不断地进步嘛 不过这艘船还没彻底完工呢 我看着没毛病了呀 哎呀 慧哥 这就是你不讲究了 瓦利号 新船啊 必须涂上染料 这从王国开出去 多气派呀 嗯 倒也是 染料我都准备好了 开始吧 慧哥 来 给船装上动力装置 试试开起来啥效果 先传瓦利号 首次试水 启动 呢 了 狂 Particularly 好 大胖 没问题 可以正常航行 装满燃料 我这就动身 前往海上救护站 接大家回国 好 咱们这么多人 终于又可以 重聚到一块了 大胖 这次出海你就别去了 留守王国 继续发挥你 建设部总指挥的作用 我跟陈小营大哥 共同前去 只要能安全回来 就皆大欢喜了 那行吧 记得把我媳妇带回来 探险这么久 都没好好陪媳妇 我得好好弥补一下 行 没问题 阿辉 怎么样了 新船瓦礼号建设完毕 咬音大哥 咱们出发吧 好 走 都给我站着别动 竟然让我遇见了 这么大一个基地 还都是女人 我呀 先抓一个漂亮的回去 连大姐 刚才那人是谁 怎么那么凶 抓去育儿就走 挥个他们回来 肯定要急死了 那人来势汹汹 跟个强盗一样 但是 要是我没猜错的话 她的衣着打扮 应该是火鸡国的人 火鸡国 那他们抓走育儿干什么 不知道啊 咱们几个女子 也打不过那个大汉呀 事到如今 只能等灰哥他们回来了 育儿 你一定要保重啊 千万要等灰哥回来 咬音大哥 快要到了 咱们下去吧 育儿 心儿 连大姐 你们在哪呀 快出来 咱们要搬家了 搬到王国里面住去了 嗯 是阿辉 阿辉 你终于回来了 怎么了 育儿呢 育儿他被人抓去了 什么 被抓走了 谁干的 火鸡国